那说到俄罗斯这边呢 那普京是真下班 签了一个新的文件 也就是一个新的法律 免除了在乌克兰作战的 这些俄军士兵的债 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条件啊 如果在乌克兰境内打了战斗 比如说签合同嘛 如果在那干了一年以上的 最多可以免除1000万卢布的欠款 比如说原来你在银行 或者各方面有欠款 这个就免了 最多给你免9万美元 这在俄罗斯来说是大钱了 俄罗斯渡马通过 送到普京这儿就把它欠署了 那当然这债也不能白免啊 你带里边得给我卖一年的命 9万美元买一条命 什么概念呢 大概70万人民币吧 就值这条命 一年你还回得来啊 那么长时间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要钱不要命 就为这9万美元 他也愿意去拼命 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 罗罗斯现在缺人吗 现在找到谁了 找到了胡塞武装 那看起来还行啊 那都不是一直炸人家船什么的 那帮人你们来吧 那帮人也缺钱 这帮人呢 现在已经被作为外籍军团 他们已经搞了好几百名野门人 来参加在乌克兰的战争 在之前呢 他找了一些尼泊尔的和印度兵 这个都有了 而莫迪呢 跟普京拍了一次桌子 印度兵可能都回去了 但尼泊尔兵 乌克兰还是有抓到的 从胡塞武装搞的一部分人 这个还是真有办法啊 但是有点邪的味的 有点兵可能是 Еуется 通过一部分人 有红色的